一转眼2023只剩下一个月的时间 我发现很多朋友陷入到年终焦虑症当中了 其中大多数人都是因为一年碌碌无为而悔恨 而一小部分呢是因为同龄人收获更多的焦虑 总之呢都是对过去自己不够满意 当然也会有人问我说蒙姐你焦虑 某子一想一想我不焦虑一点都不焦虑 回想我过去一年啊 我的第一感觉就是特别清晰 我清楚的知道我这年做了什么事 比如说三四月份去参加首场的世界的职业拳击赛 去哈佛大学进修 重新写人生效率手册 甚至我还做起了直播带货 我清楚的知道自己每个月都做了什么 我这个目标到底是怎么完成 进度是怎样 今年到底哪些事还没做完 我的每一天都非常有节奏 没有哪天会打破这种节奏 这也是我一点都不焦虑的原因 在每年年末这个时候 我还有一个额外的任务 就是布局2024 这里也跟大家分享几点 我布局2024的基本原则 首先呢就是大目标不要太多 我认为两个就足够了 我会把这两大目标分为 重要紧急目标和重要非紧急目标 其中呢重要紧急目标呢 就是你每年一定要完成的 而且每天要持续修炼的技能 一般来说这项技能 一定程度当中会提高你的收入 重要非紧急目标呢 可以是一项对你身体很友好的技能 比如说运动啊 读书啊 以及增加自己其他技能等等 其次呢要建立一些 已完成为导向的基本目标 比如说坚持每天跑步半小时 坚持每天阅读30页书等等 第三呢 更要有娱乐化的目标 比如说去看一场喜欢的野生会 去某个景区 去旅游 买一个自己喜欢的包包 放松呢 在一年的计划当中必不可少 而且呢 它也能在一定程度当中激励到你 第四个也是最最最重要的 就是一定要学会复盘了 定期复盘 前期最好能做到每日复盘 如果你觉得自己已经有清晰的规划了 那一定要坚持每周复盘一次 及时调整月计划和年度计划 希望你能在明年年底的时候 大家对自己这一年的评价就是 清晰 充实 美好 有收获 明镜与点点栏目